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今天要來玩這一款遊戲呢,叫做守木人 其實這一款呢,老頭在這個早期開發的Alpha階段就已經有在關注了 他是一款模擬經營的遊戲,但是他經營的東西很特別 就跟這個標題,這個遊戲名稱一樣,守木人 他是在經營墳墓的,那為什麼要經營墳墓呢,其實我也不是很了解 反正,這款遊戲的題材很新鮮,然後他的畫風我也很喜歡,老頭都喜歡這種畫風 那接下來呢,老頭來試玩看看,如果你們喜歡這個系列,記得就在底下留言多多推廣 推廣我的影片,讓更多人知道 然後呢,我老頭會看情況,如果這部影片觀看量夠 大家覺得OK,覺得好看,我們就繼續播下一集 又或者是說老頭真的欲罷不能,真的很想分享給你們,還是會出下一集 我都感覺我要在講幹話,好不理 不管我,我們開始遊戲再說,不要那麼多廢話 好,我們新遊戲 好 今天是一個很平常的陰天,我們的主人公正急著趕回家 主人公啊 即使在平淡的生活也有充滿了愛與悲哀的地方 喔,字好快喔,尤其是當你知道有人在思念你的時候 真的 I love you Nooo Naricole 發生了什麼 現在是什麼情形 冷靜,你的人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等待你的將是全新的世界 但我要回家 我可以回家嗎 總會找到回家的路的 嗯,讓我想想 你的新家是一座墓地 意思是我死了嗎 意思是你現在是一名守墓人 但我要回家 回家找我心愛的人啊 那麼你得當好守墓人 你先把格里找出來 格里 他將幫你解決一切的問題 格里是誰啊 誰 好奇怪的景象 這是什麼惡夢好吧 我們來找格里 劇情有點莫名啦 就是我出了車禍 而且我剛剛那個時代的背景好像是在現代 然後我出個車禍之後,我現在居然在 中古斯基 Naricole 打開包包 好 可以睡覺 Wsad是上下左右 還可以烹飪 唉唷,不錯喔 這遊戲還可以烹飪 好像心路股喔 雖然我沒玩過什麼心路股啦 舱門暫時關閉 燒木材 好,我們離開 我們跟著箭頭走看看好了 F 不是啊 我幹嘛 天啊 我是一個骷髏頭 喔 你是隔離嗎 恩 你為什麼會覺得我是隔離 一個紅眼睛的人要我找到隔離 紅眼睛 我想起來了 喔,沒錯 我是隔離 你是怎麼找到我的 還是說這邊都是死後的人的世界 會不會 這邊應該是 冥府之類的 這邊都是死掉的人來的地方啊 行行 我要先問你 你是誰 我們在哪裡 我一定是在做夢 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啊 你是新來的守木人啊 我還記得什麼 讓我想想 我死掉了 我就被派遣當守木人了是不是 我還記得那個聲音 讓我去看看 這一切都太奇怪了 真是讓人匪夷所思 我清楚的 記得那個大鈴鐺 那頭鯉有很 那頭鯉有很嚴重的問題 可能有危險 這鯉是什麼啦 嘿,鯉子大哥 你怎麼了 你突然讓我想到史瑞克裡面的鯉子 你知道嗎 從小鎮運來一具新的屍體 哇,會說話的鯉 哈哈 呃 你能聽得懂我的話 呃 哈哈哈哈 呃 好像假到有沒有 你是誰 我是一個廉價勞動力 這輛車不是我的 所以不得了 反正就是 每天爭到五根胡蘿蔔就對了 這讓我感到死路 你知道我從何而來 對嗎 火雞 這個混蛋假裝 聽不懂我說的話 無論如何 我都要回到小鎮 你處理掉這個 我給你一個新的 哎唷 哦,這是 這個是屍體啊 鯉子走了 嘿,你在看什麼 趁那具屍體還新信號 利用他 為什麼 哇,99%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他送到太平間 我不記得切切原因 但我非常肯定有很好玩 會很好玩 而且很有趣 我要吐了 讓我們開始吧 哇 哦耶 趁你沒有爛掉之前 我們進去進來吧 哦呦 死給 我喜歡這個地方很有家的感覺 把他放到解剖室 我想起來了 從屍體上切下那些肉 對新手來說應該沒問題 什麼 不行 這是不對的 當然 這是不對的 我怎麼會忘記呢 也許是因為我這個會說他的骷髏有健忘症 你不知道你在哪裡 對嗎 我是一個骷髏 對嗎 這裡一切都不正常 所以請 閉上嘴 呵呵 造我的話做 你保證你會告訴我怎麼回家嗎 你只需要村莊 酒館的肉 換取啤酒 哦 你只需要用村莊酒館的肉 換取啤酒 會說他的骷髏 從不食言 然後帶啤酒回來 給我 好哦 哇 我解鎖了新的技術耶 施工圖 準備區 托盤跟肉 提取的肉 nice 然後呢 解剖 哎唷 這個 提取肉 工作 工作好像會消耗我的體力值 哇你已經解鎖新的科技 我拿這些人肉來做漢堡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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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部位 帶走屍體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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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遊戲好有趣哦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一直拿人家的屍體來做圓 做一些資源回收 原來是資源回收屍體的遊戲啊 賣人肉 人肉叉燒包 我們把他埋啦 使用墓地的施工工作台 會標記墓地的位置 然後用鐵鏟挖 然後小心翼翼的將 獲勝下的東西放進墓裡的掩埋 警告不要用山羊骷髏頭 和導致的星星進行裝置 裝飾 為什麼會召喚殺蛋出來嗎 生鏽的鐵鏟 然後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建造 墓地 哎呦一格一格的這樣子 啊這個負義是什麼意思啊 枯威了嗎 好 我們還可以轉視角 可不可以轉視角啊 他這個上下左右意思是什麼 算了蓋一個 放 挖好挖滿 死給 有了 下去吧 你 再把他鏟回去 耶 幹的漂亮 這個埋葬證明我記得 錢 酒 我以前肯定很喜歡 主教來了 他是你的主人 主教是誰 歐呦 歐外主人 歐歐我知道有關埋葬證明 你可以請教他 我該走了 我將太平間 他在太平間 然後給他酒 這樣子 為什麼我好累 為什麼我 我為什麼每周都來這裡 我知道你耶 你是為什麼 你可以滾嗎 大哥 看守人 你也在這啊 東看西看 很抱歉的告訴你 你的目的很亂 除非你將他修好佛衆 我不可能將你提拔為教室 當前的位子名稱 這個是位子 齁 名稱 重要的位置訊息 墓地的質量 喔 加的話會有吸引力 所以我剛剛是-2好多喔 要修繕成為加這樣子 修繕 又修繕這個墓啊 可以提高這個整體的質量 墓字標記 只要你將你的質量提到5 願意提拔你 好喔 你就像一位靈魂領袖 而我看人很準 沒有我不擅長的都- 喔 沒有我不擅長的 這就是我為什麼 能被上帝選中 自以為 你的前任 過去常把他的東西放在 裡面的某個箱子內去找找 我下周再來 實際上 我會每個- 就是這個-這個圖案的時候 會拉一次 也許我不是在周末我吃了什麼嗎 喔他- 他還在等著 我該說什麼 你為什麼會來這裡 這是我的職責之一 但我並不喜歡他 他是一個古老的傳統 我對所有的傳統的儀式 並不太了解 我只是代表上 地利量的榮耀 齁齁齁 他死 可是這個還沒修好 我不是看守人 我當下在下班路上 我要回家 出了一個會說話的骷髏 他逼我殺了一具屍體 齁齁齁 這個笑話有意思 我自己就是一個幽默的人 現在又來了一個 BB是誰 誰 就是我啊 開玩笑 幸福和美麗 大笑學他 呵呵 我要怎樣才能修好目的 只要把所有目的都修好 我不到一個小時就能搞定他 但是這是你的工作 好這邊就再講一次了 好離開 呃 要製作新的物品 你需要解鎖相關技術 這些技術需要點數 按Tab打開技術欄 紅色的代表你手工製作技能 你使用的材料能力 紅色的點數喔 綠色的點數代表你對自然萬物 一個是手工 這是自然萬物 那藍色的話代表對非物質 像靈魂類型的 你的所有操作都可以獲得點數 施工圖 10倍材料 齁 施工圖 可以做木棍 哇塞 我的天啊 哇 我的自然點數是1而已欸 這個遊戲可以玩很久了 就在累死你 耶 我該怎麼辦呢 我看到這邊就是仙人留下來的東西 哦 都拿就對了 有沒有那右鍵 右鍵直接全部提取 太棒了 我們要怎麼整修啊 算了我覺得先離開這裡好了 不管他了 這可以拔掉嗎 拖看看好了 嗯 哦 獲得了材料 然後這我看 這邊左上角這邊體力值正在扣 我們先跟任務走好了 我要獲得了這個手工翼的這個點數 大概能夠理解的 我跟你講這那棍子怎麼會在後面跟著我 笑死 啊我們要去酒館先把證明拿去給給他來換錢 再來買酒給骷顱頭 看骷顱頭說什麼好了 好不好 可是遊戲不能跑步啊 我們只能這樣子慢慢來啊 這什麼 女巫靈 根據大審判官的命令這條路要關閉滾 好 關閉到什麼 看沒有 然後現在這個我們所在的地區 他就每天都會有不同符號 那這個符號就代表是我們的主教會來 然後這個符號是 欸還是這個符號吧 這個符號是 會打開這樣子 打開剛剛那個女巫 女巫什麼什麼什麼鬼的 啊這裡怎麼那麼久啊 這麼遠 啊 欸我們到了 我們可以偷菜嗎 原來是牧場物語啊 噔噔噔 喔酒館在這裡 噔噔噔噔噔噔 哇好多人喔 好多人喔 好多人喔 嗨 嗨你好PrettyGirl 錢恩夫人 你是新來的守木人 別告訴我 怎麼 呃告訴我 別人這麼告訴我的 但你怎麼知道 啊如果你到了這個年紀 你可能也會知道看穿一個人 這麼屌啊 喔我的禮貌哪去了 我是錢跟夫人 赫拉迪克的妻子 很高興見到你 我有幾個問題 你最好跟我丈夫說 他是自己的負責人 他不僅是酒館老闆 還是個小鎮的 名選鎮長 那麼屌喔 嗯 很 真的很健忘 我能做的就是賣一些 賣給你一些食譜 他是賣食譜的 食譜大哥 那你呢 噢噢噢噢噢噢噢 石碼酒館 名字那麼難聽 我是來自木地 所以今天我醒來發現自己在這裡之後 一切都變得瘋狂起來了 很抱歉 我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認不出你來 很好很好 好呢 我們這小村莊充滿了希望 你打算什麼時候開放教堂 我必須一些修理好目的 當然當然已經很久沒有人打理這裡了 那我們開始政經事吧好嗎 我能為你效勞嗎 呃 買一張證明 耶 村莊正面臨困困難時期 我們的資金匱乏 但只要你開啟教堂 朝聖者將 朝聖者 朝聖者 將會為村莊帶來閃閃光 交換 你到底有沒有錢啊 喔 看守人 你可以幫我將這封信交給當地的鐵匠克雷之沃爾的嗎 當然可以 東南角 買一張證明 你要給我多少錢 一銀五十桶 水 啤酒 等一下 這啤酒有兩種 為什麼啤酒有兩種 哪裡狗 而且一個價比較少耶 一個三十塊一個三十五 有差嗎 呵 我們買一個比較劣質的啤酒 買回去給那白癡褲頭喝 呵呵 好了那我們要去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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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封信交給誰啊 等一下 我有接成功嗎 其實說真的 信件的問題 我想跟你交換一些鮮肉 多了兩個 多了兩個 許多年前因為肉的問題發生了一次事故 從那之後所有肉類都必須經過皇家權威機構批准 找到一個印章然後將肉賣給 哦 我們衛裝就對了 為了避免小鎮產生不必要的麻煩 你的肉上面要有印章嗎 呃 沒有 沒有印章我就不想賣了 從哪裡獲得印章 你可以通過教堂附近的 由 油箱向皇上訪願地教一份申請表 費用有點高 了解 有一個叫老蛇的人 我覺得他有放一個假的皇家印章 哈哈 但說實話我已經就沒有經過他了 你可以問問茶美女士 他每個這個符號都會來這裡 我打賭他人幫你找老蛇 哇塞 這個符號要過下一天呢 哇有劇情耶 其實在遊戲給我給我目前感覺還挺新鮮的啊 那我們要怎麼找到鐵匠啊 哎現在是不是要晚上了 鐵匠你在哪裡 哎有有有放大鏡耶 哇 死給 新鮮鴨蛋 水哦 等一下這要錢嗎 哇 這還要錢哦 不要了 我沒錢 不好意思 我沒錢 哎我這邊任務怎麼沒顯示出來啦 可以再顯示一次嗎 椅子MPC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太平間古老墓地 衛星家園 我在哪裡啊 哈囉 excuse me 你自己 主教 墓地整頓 去酒館 找瓶啤酒 哦這個 真的任務更多 克雷 克雷之瓦爾德 該不會是這個吧 你是誰啊 這傢伙一定是瘋了 你覺得我是瘋子 哦我不這麼想 我只想保持樂觀 我知道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 什麼 哎你覺得他會懂嗎 不 敵格他不會懂 我看不見 好吧我就告訴你一點甜蜜的謊言 和平 我的藥和什麼 甜蜜的東西很重要 像蜂蜜一樣甜蜜 給我帶些蜂蜜 我就叫你怎麼做蛋糕 哦原來如此 又是一個新任務 那我到底哪時候才可以找到鐵匠啊 在這種深夜裡頭 我都不睡覺的嗎 只為了尋找我們的鐵匠 這邊嗎 這邊有點亮哦 應該是這裡了 就是你對不對 嘿孩子 看起來很想加入釣魚 我不想 我可以不要釣嗎 我要怎麼回家 我該不會我回家 需要徒步 走這麼遠的地方回家吧 有沒有那種 有沒有那種就是可以快速回家的方式啊 我覺得我們還是先乖乖回去 整頓一下我們的目的好了 這樣我們才會有錢 順便把啤酒交給那個骷顱頭 就這麼決定了 其他事情暫時先不管了 我們先把我們已知的任務先解了 好不知道任務 到時候想辦法吧 慢慢一步一腳一步一腳一慢慢過 拿一下地圖 村莊 鐵匠的符號 啊有啦我看到鐵匠在下面啦 既然都知道鐵匠在哪裡了 好我們來吧就這一個 這王八蛋在這裡 水 信封交給你 沒什麼只是四處看看 我是當地的熟墓人 可以請問一下你是誰嗎 很不巧 我是當地的鐵匠 什麼叫很不巧 喔克雷娃之娃的 把信交給他 耶 一封信當然 就算只有一分鐘 就能到了距離 他也不會親自過來 唉 救息難改啊 謝謝你 對於我爹爹不休 表示抱歉 看來這是我的新毛病 又是年怪 赫拉迪 赫什麼 赫拉迪克 我都一直講赫拉迪姆 Diablo 但我現在沒空 我要我要去幫他清理 清理這些小怪 哇 你可以留著這個磨 磨塊石 快磨石 磨刀石 也許你將來還需要用他來修理 如果你成功殺掉他了 請幫我把自己交給我 我會費些材料給你 他們就靠在房子的另一側 靠近水坑 遊戲中不同操作都會影響你的能量 製作收集都會 然後按下 喔 空白鍵是攻擊 你可以通過一些食物藥水 增加補充能量 睡覺也可以 好 教我怎麼磨 呃 這把 工作 磨好之後 我們再回去吧 回去整頓一下 喔 攻擊直接消耗體力 所以千萬不能亂按攻擊 我的體力已經消耗了 我覺得殺史萊姆 我們可以下次吧 我們先回家好了 好 我們先回家 交換 陶瓷玩 不必了 主播主播 我要來這裡死路一條 為什麼這裡死路一條 動不了 我覺得這遊戲目前玩起來的唯一的缺點 就是他不能跑步 欸這個時間點 哇我們要做事情突然爆多 這個時間點可以去酒館找那個女的 問一下老蛇的老蛇的那個 找到找到找到了 老蛇 我們要問一下老蛇拿一下印章 你好 你想要什麼 我是個熟木人請問你問題 我知道你每天這樣的話 我要每每天都要聽多少遍嗎 我沒空離你小伙子 等你更有自信再找我 嗯 證明你是值得交談的對象 嗨朋友 我能再用你一點時間嗎 查美女士跟你說了什麼 婉轉的拒絕我了 他總是這麼的高人 他從來不隨便跟普通人說話 我不是普通人 我是當地的熟木人 很快 將成為教堂副部教長 好老土喔 我是一名著名的詩人 某個圈子著名的詩人 我叫瓦葛納 我希望有朝一日 能把我的詩讀給他聽 然後我們在一起這樣子 但是我的墨水用完了 哇塞 這 遊戲工具人我懂 教堂內可能會有自己製作 算了我們這之後再說 煩死了 等我成為有地位的人 我再跟那個王八婊子講話 林北現在沒地位 他都不想甩你這樣子 然後我可以一整天都不用睡覺 我超屌的 好 慢慢來 暗部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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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面有骷顱頭耶 哎呦 還要再過三天這邊才會打開 好的 我們回來了 哎呦 你去哪了 我在村子裡 這個地方太詭異了 但感覺又很真實 對於我突然冒出來大家都能接受 啊你倒用了我的想法 公長獎 倒用 我記得在你的小屋內 裡面有一個地窯 裡面有 一定存有的糧食 小麥 沒錯 我記得 他還可以用來烤麵包 哇 我需要瓶啤酒 你知道的 這開始變得像單方面索取的關係了 你給我啤酒 我就告訴你許多重要的訊息 比如說怎樣才能回家 有問題嗎 我要怎樣才能回家 沒錯 你能告訴我 反問句 我像是一個自帶答案的魔頭嗎 嚴格來說是的 好 你這個機靈鬼 我在我的地盤等著你的啤酒 沒有啤酒沒有答案 在地窖嗎 我有啤酒 我剛買回來啦 我之前是怎麼下去那個地方啦 在這裡 他好像在這裡的樣子 給他啤酒 給開吃一罐啤酒 喔 阿 真讓人失望 我覺得我需要更強大的東西 好吧 你看起來像正派的人 我給你一點建議 不要再說 不要再到處說你來自另一個世界了 我記不太清楚 但是正因為 做了類似的事情 我失去了我的身體 所以如果你想留住你的身體 請你停止這個行為 也許他是對的 我應該更加小心 你有什麼問題嗎 很簡單 我相信你可以在女巫裡那邊使用傳送門 所以我只需要穿過傳送門嗎 還需要做什麼 我需要先把它打開嗎 顯然的 這裡也沒有 我沒有腦子 所以我不確定這個方法對不對 我已經把我能夠記的都告訴你了 也許圖書館 有書籍能幫助到你 教堂的地牢還做地圖館 地圖書館 圖書館 或許年輕的占卜家知道 晚點再問好了 晚點再問好了 沒體力 修理 我也沒有材料 我們現在現在稍微來整頓一下吧 把一些雜草拔一拔 然後現在墳墓挖一挖 好 就沒問題了 來整頓整頓 沒體力就睡覺 就這麼簡單 啊那個金色的箱子是什麼東西啊 這一千命花哥 一旦教堂再次開放 皇家服務 服務廳就會開始工作 我們先設法讓我們教堂開放吧 就這麼決定了 其他我們都先不管 不然一次塞太多東西 挺累的 呃我們要怎麼修繩 呃墓墓墓這麼多 移除好了 我們先移除之後再說啦 沒體力了去睡覺 去睡覺去睡覺去睡覺 我們現在的質量-25欸 我覺得用拆除的方式應該會比較好 對啊 你修繕你還要需要用到你的材料 非常的划不來啊 我覺得 這下面還有個 石頭區 原木區 好這是放東西了是不是 肉塊 先進來看一下 什麼聲音 呃? 這誰啊? 該死的門 如果有必要我每晚都會在這裡 但我最終會回去 這是妖精 喔 看樣子 我要移開這個障礙物 然後獲得強化的拱門 這是盜賊嗎? 那感覺好像是盜賊 會來這邊偷我們的東西的感覺 感覺像是 沒體力了啦 這是我們存放食物的地方 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放一放 還可以烹飪 我們能煮什麼 生切肉 先睡覺了 不管了 睡好睡滿 而且在睡的時候 他的左上角這個 動作變得好快喔 哇塞 我精力很旺盛 這樣不好 一點都不好 你以為你是誰 我是新來的守木人 喔 守木人 哇 我來這裡有 多久了 我叫做尤里克 我好孤單可憐 可憐的我 你也來這裡也太可惜了 等等 不 正相反 我很高興見到你 還講什麼啊 但確實有個讓人很討厭的家 傢伙 埋在了這裡 我們真的很想要一個新鄰居 聽起來能幫我幹到這一點嗎 其實我也不確定我為什麼在這裡 格里要我來這裡 你是尤里克 他是格里 有意思 啊 那個半死不活的骷顱頭 那個只會嫉妒的混蛋 他就只能夢想擁有我們此刻安寧的日子 我在跟誰開玩笑啊 這裡太可怕了 尤其是躺在右下角坟墓的那個傢伙 他太卑鄙了 靈魂之間也有爭鬥啊 真的是 你能處理掉他嗎 把他挖出來扔在河裡 我甚至可以把 把這個許可證給你 這是我還活著時候偷的 什麼許可證 挖掘許可 你怎麼這麼笨啊 要挖屍體你要有許可證啊 老守木人以前都會用這個 從教堂附近的郵箱來購買許可證 哇 握許可證了耶 我可以亂挖墓地了耶 太好笑了吧 我們右下角的墳墓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裡啊 總而言之 這是哪裡啊 教堂 找到了 總而言之呢 我們趕快清理一下我們的教堂啊 我們先 先清理完再看 再看情況吧 我覺得 好 右下角是這個是不是 好 我們清理完 再幫他丟 丟到丟到丟到盒裡 就這麼決定了 來 清理清理 嗯 蛤 這樣挖不太好吧 那我們挖這個好了 挖掘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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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是這個吧 盒在哪裡 把他丟到盒裡我沒看到哪裡有盒啊 看地圖 我們在 古老的墓地 拜託大哥 這裡一點河流都沒有好不好 需要技術啊 這邊有河流 我怎麼丟 不給丟啊 扔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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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哈哈 say goodbye 哇 你在幹什麼 一個靈魂要我把這屎裡處理掉 所以呢你現在都聽他的嗎 他不能為你做任何事他是空靈 而你當你睡覺時 我可以咬死你 當然我不會 絕對不會做那種事 因為我們是朋友 不管怎麼樣 如果你問我 處理私底最好的方法就是焚燒 要怎麼焚燒 你知道嗎 你的材質有點不像你的顏值 謝謝 火跟木頭 好 太平間的縫隙 通往小鎮的某個地方 反正我已經丟了 丟完就算了 快點啦 我要怎麼可能整 這個短期之內怎麼可能 把他們全部整頓完啊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呃 呃 以致NPC 到達5 這太難啦 到達5 要怎麼到達5 大哥 我也不想修啊 盡量到達5 有點難 而且我怎麼感覺我越挖越糟 現在是-26 現在是-26 -26 -24 我覺得這遊戲應該比較適合直播吧 我覺得 不能挖 看的到挖不到 我來看一下把他們全部移除啦 沒體力了 哇賽 哇賽 這遊戲要玩很久哦 好不好我覺得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好不好 我們已經玩超久了 這個呢經營遊戲需要花很大量的時間去培養啊 那麼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這個系列哦 而且一瞬間來了這麼多任務要搞其實還蠻累人的 不過我覺得還樂此不平啊 我就覺得我樂在其中 哦真的 老頭還蠻樂在其中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哦 那再看一下 可以給老頭個建議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守木人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我們下一集有機會再見面囉 拜拜 拜拜